大家好,我是安羊 我是尚吉 今天是7月13日 天气还是多元 阳光就少一点 我们今天把那个黄瓜给它种了 那个黄瓜已经落滩了 赶紧种下一波 先去把地翻一下 它这些原来的枝条 都变成这样了 枯黄的了 就留着吧,我也难得扯 正好可以帮那种新栽的苗遮羊 把那个地这样子给它翻过来 松一松,浇好水 把种子直接种到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地好干 很干啊 要浇水 挖完之后浇一下水 这是个草长得最好 这个土还是比较松散 比玉米那块好多了 那块是最硬的 这里面因为搭了这个架子 有的地方那个竹都进不去啊 只能用这个栽栏子了,小小的 这里有一条黄瓜 看起来还挺嫩的 摘下来试一下 好吃 好吃 这个比之前的黄瓜味还浓一点 可能是后面没那么多雨水了吧 给你也试一下 怎么样 嗯 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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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都有几斤的感觉 手机从兜里面掏出来都是湿的 嗯 这苦瓜被虫子咬了之后 自己掉下来了 这个籽都熟了 好甜 小时候就喜欢这样吃 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我吃过 他的组是这样子的 挖完了 哎 赶紧进去休息吧 快中午了 心跳得太快了 这个帽子虽然遮阳 但是影响我散热 啊 舒服啊 现在开始做白辣椒 已经晒得差不多了 给他从屁股剪开 往上面剪 剪到三分之二的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 晒到只剩一点点水分 是最好的 因为要腌半个月嘛 腌出来就很香 又不会坏 接下来加盐 给他抓匀 哇 闻到味道了 好香啊 其实一般做白辣椒 都是用青椒做的 因为只有青椒才能够晒白嘛 像这种红椒 你再怎么晒 它都是红色的 它不会变白 不过反正是自己吃啊 它颜色虽然不一样 但是味道是一样 抓的差不多了 进坛子 再来搞另一半 这样子分开抓 它的盐会更均匀一点 全部都塞完了 上面这里再撒一点点盐 弹风好了 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吃了 太阳落山了 现在来种黄瓜 先施底肥 很好的 你 只能快点 你 没关系 Aunt 你 坑都挖好了 上次正好还剩了一点猪粪 拿来当底肥是正好的 杨师傅马上要过来放猪粪了 你还趴在这里 还不挪窝 他当没听到的 他把我挖的坑当成自己的窝了 底肥都吃好了 现在来放种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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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